不只小老百姓到銀行零貴存錢 現在就連富豪也不例外 根據警管會四月底統計 八家銀行高端資產客戶配置組合 存款百分之五十一 債券一成 比上個月各增加百分之一 創統計以來新高 反觀保單配置跟上個月持平 維持百分之十五新低 過去兩成的榮景已經回不去了 保險他本身的話 他的保單利率 可能他的升息 升息的幅度 不如那個存款來的大 所以他保單這一塊的利率上升 就比較 就比較不會把錢投在保險 富豪也會考慮就是說 這些資金是不是把他投在一個 經濟情況相對穩定的新興國家的一些 公司的股票上面 富豪戶資產重壓存款和高息債 國內超額儲蓄總額也維持在高檔 根據主計總書統計 民國一百零八年 臺灣超額儲蓄只有二點二兆元 之後連續三年都突破三兆 今年預測也將達三點一兆元 現在資金外流又不能去中國大陸 做直接投資的話 很多錢就會暫時停靠在國內 疫情爆發之後 很多的消費活動都受到影響 尤其是企業的投資活動也受到影響 在疫情爆發以後才會連續出現 超額儲蓄超過三兆 臺灣連續四年超額儲蓄都突破三兆 這筆錢若沒倒向民間投資及公共建設 勢必成為未來經濟穩定的一大隱憂 三一新聞 楊揚超額儲蓄 臺北報導